藉由这样的部分来做一些负面的 所谓的负能量的一个新闻报导 以媒体从业的角度来讲的部分来讲 应该觉得说媒体该报导的部分 应该是在朝鲜的一样的去发展 尤其像疫情这样严重 各国都在不断的在防阻 防阻这个疫情的蔓延 还有及过去的一个发展 我们用这种负能量的一个报导 创造反而是创造 第一个人民看到新闻报导的部分来讲 他会觉得是恐慌的 他会觉得害怕 他会觉得不安心 政府的部分来讲 他反而没办法专心权力的去做一个疫情的防堵 他为了要洗刷这些负面新闻 或者是一些不时的报导 缩减了政府对这种防疫工作的一个努力 那从此不时的报导也让人们对政府的部分 他们在防疫工作上来讲产生一种不信任 那所以说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来讲 媒体就本身就应该使有这种正能量的报导 以正能量的报导为主 然后让我们约听众看到世界上的这种增上来 以上是我简单的一个跟一个分心 谢谢 好 那谢谢 那接下来我想说就邀请这个 海峡 秘书长 邰秘书长请你也大概说明一下 这次的一个看法 谢谢 首先谢谢这个主办单位的邀请 那我现在是担任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的秘书长 然后同时也是海基会的董事 那过去我曾经在海基会担任经贸处的处长 那去大陆非常多汤 那针对这次大陆疫情的各个相关报导 不管是国外的媒体或是台湾的媒体 我认为都有一些必须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媒体不能以偏概全 那我去过大陆很多次 知道大陆的各地的各省市的发展都不一样 所以有的报导他会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报导这个现象 然后来以偏概全说大陆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报导是不是很中肯的 第二点就是不要道听途说 那很多媒体就想说大陆打电话 某某人打电话给他们说什么样怎么样 那我发觉他们以一个人的意见来作为 这个大陆全大陆的一个报导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这样子道听途说的报导的方式是不太正确的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不要以而传而 那我们经常在网路上会看到一些新闻 那我们在未经查证之下就去转载 或是说传给别人 导致了大家被这个假的新闻来误导 所以个人觉得这个报导千万不要以而传而 第四个就是不要虚伪造假 那现在网路上的新闻或是媒体的新闻 很多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 作为这个虚伪造假的一个新闻 那我想现在我们在网路上很难辨别这个新闻到底是真还是假 所以这一点这个不管是各个媒体或是个人 千万不要去虚伪造假一些新闻 然后第五点就是不要意识形态作祟 不要认为说大陆好像都是不好的 其实大陆在发展过程当中他遇到一些问题 这是事实 可是就是说大陆的发展整体来讲 他其实是很正面很好的 那有一些这个瑕疵的比方 不要被意识形态作祟去刻意突出 我觉得这以上这个五点是新闻报导必须注意的事项 那过去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我们也学过新闻的相关的这个知识 我认为新闻的报导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报导事实的真相 而且是忠实的报导事实的真相 不要刻意的去歪曲 第二个是新闻媒体工作者不要加入个人的价值判断 你的工作 新闻媒体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事实报导给这个读者或是用户 千万不要把个人的意识形态加入 那如果说要个人的价值判断加入的话 可以的 你就变成一个是评论的 或是你的个人的意见的 那要告诉大家是这个是个人意见 或是这是你的评论 而不是一个新闻 然后第三个就是千万不要恶意批判 恶意批判 把这个不好的事情刻意扭曲 或是这个加以放大 我觉得这也是不好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社会要良性的发展 新闻报导要多报导一些正面的温暖的公益的 让大家觉得这个社会是有温暖面的 然后不要太多的负面报导 我相信各位媒体工作者 现在在台湾的新闻看到都是 不是每天的报导不是枪击案 就是打架就是行车纠纷 那很少去报导说这个社会有多什么慈善活动 或是公益活动 或是企业的创新发明 经济发展的正面的这个这些事实的报导 这越来越少 甚至在台湾的媒体 像国外的新闻的报导都比例都越来越低 那我觉得如果说把社会的丑陋面 一而三再而三的报导 那我像我个人来讲 我现在看新闻 我都觉得每次看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然后心里都很不舒服 或是心里就觉得说这个社会变得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样子也会导致我个人的这个想法 或是观念会也被扭曲 那所以我建议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 针对大陆的各方报导 我觉得要公正的客观的事实的 不要恶意的去那个去解它 那针对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些新闻媒体报导 我也觉得应该也要把这些温暖的事实 或是社会的公益 企业的慈善等等这些新闻多加报导 那这样子我们的社会才会 往这个正面的方向发展 那大家的心里健康也会比较 也会健康一点 不会被这个一些负面报导来扭曲 以上是我先进行的一个 我个人的意见发表 谢谢 好 谢谢郑铭市长 那接下来我邀请这个 治理科大讲师李洛奇 Lucky 喂 大家好 我这样声音清楚吗 有 很清楚 好 那我简单发表一下 我觉得谈这个主题 首先谢谢主办单位邀请 能够来这边做一个分享 那我想谈这个部分 其实过去来讲 在这个传播学 我们都知道有媒体的一个社会责任 本身媒体上面来讲的时候 在报道的过程当中 他就必须对社会安定 国家安全 公共心事健康的这些部分 他就以有一定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上 只是说我们现在来讲的时候 他在谈到这个媒体的社会责任 通常都比较偏向就是不要让政府干预 政府不要去干预这个媒体上面来讲 可是忽略了一个本身 一个媒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就是在推广这个正能量 就是对社会公益有关系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刚刚 社长也讲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讲 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在媒体的社会责任上面来讲的时候 就是真实性的一个查证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上面来讲的时候 其实都对整个社会现象上面来讲 都是有一个妨碍的一个部分 现在来讲的在讲说媒体的一个真实性报道 真正的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在自媒体的一个时代 很多的媒体的从业人员本身自己也不做功课了 所以很多的消息来源都是从自媒体上面来讲出来的 那么自媒体上面来讲就是人人都是媒体 也就是很多的消息来源的时候 不一定是造假 甚至个人就不加以查证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讲的时候 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 自己的想法先 就是先报道出去 那么媒体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跟进上面来讲 那么当然是一个以偏概全的一个行为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作为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 更加要注重一个真实性的一个查证 那么第二个上面来讲的时候 在媒体的社会责任上面来讲 当然就是一个导向性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到底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时候 要导向什么样子的一个 导向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很多的本身的报道来讲的时候 它都是带有目的性的 就是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 做一个什么样事情 特别是说我们在讲美国之音的时候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多加阐述上面来讲 可是它其实带有它本身很特地要导向的 某一样一个结果的这些用意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说 应该在这个导向性上面来讲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导向一个正能量 一个就是说和善的一个社会上面来讲 还是导向就是这些负面的 大家仇恨的这些的原理 是我们要注意上面的一个部分 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这个公平客观性的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在做平衡报道的就是 不断的抹黑造谣上面来讲 但是你也做了一个平衡报道 那其实也有人说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 而是应该是先说经过查证 那么我们在导向和善善良的这个社会的 社会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报道什么样的主题 那么在根据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来讲去截取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 那么媒体它是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报道出来 那么我们选择多发扬这些正能量的一个部分 那么最后我提的一点的时候 就是这个标题会杀人吧 现在在很多来讲报道反而还不是内容 而可能就是一句话我就先下这个标题 那大家也因为资讯量的太庞大 我想一般的阅听大众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看一下一个部分 那很可能就是根据一个某个标题上面来讲 就是说谁又怎么样子 大家又发生什么事情 疫情又怎么样怎么样子的时候 那么这个一项的时候 它就是交评转发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去看里面的内容上面来讲 但是你下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偏颇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讲 很可能你就形成一个标题杀人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来讲 不管是什么特别是媒体的从业人员 应该要自律自重 然后也应该多推广这样子一个正能量的新闻 在标题的一个部分 更加的一个严谨跟正确性 这是我以上简单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李老师 那接下来我邀请那个两岸时报的周志忠 大家好 其实各位长官讲的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的状况就是说 负面新闻比较容易吸引月听大众的注意力 像之前那个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他被那个男友私报 还有网军的很多的消息 这些其实都是 暴露了一个重点 大家是善良人 大家都会讲 根据理论还是学派讲了一大堆的 我们要做正面报道 可是我们事实上 民众看到的就是负面的 就是网军他刻意造谣攻击抹黑的新闻 那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之下 他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高见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有听到声音吗 有有有好 那谢谢那个周记者 那我再来是邀请这个两岸跨境新闻的李婉如 大家好 我是代表两岸跨境新闻新闻网的记者 然后针对美国之音 德国之音这些外媒批凌中国的事件 首先我要说的是 支持正能量新闻是我所认同的 大家都知道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三年以来 民众对于疫情资讯方面 也是不间断的持续一直关注 此刻 媒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 像是美国之音还有德国之音等等 这些外媒他们断章取义 然后扭曲新闻的内容 这样负面的新闻报导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不但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误解 甚至对政府也会失去信任感 总结 我认为身为媒体人 应该用正面的新闻来散播正能量 然后传递行好事说好话 并且做一些对于社会 比如说人事务正确的 积极进取的一些报导 绝对是后疫情时代 势在必行的一个关键 以上是我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宛如 那再来是邀请 司机新闻社的张成青大哥 你好 你好 今天的主题是 我们的新闻正能量 那有美国新闻 美国这个知音 还有一些西方欧洲的一些媒体 他们做了很多 新闻上事实上是有政治立场 那怎么样去判别 真假 当然我们要多吸收资讯 还有一些交流 那因为这个政治板块的原因呢 中国跟美国现在这个冲突 所以西方的媒体 很多作与对中国有很多不利的报道 那我们台湾呢 也跟着很多绿色的媒体 也跟着复合 我认为这个非常非常值得 去大家去考量 去了解 台湾跟中国这么重要的关系 这么重要的来往 不论是经济 或是文化的关系 我认为两岸 要多报导正能量 多报导正面的新闻 那我们媒体呢 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们应该要做好我们的良知 我们的信用 谢谢 好 谢谢张大哥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 警政时报的记者薛秀莲 嗨 大家好 我是警政时报薛秀莲 现在是一时代 然后就是要搜寻一些资料都很简单 但是呢我们就是也要去求证 然后就是不要去散播 然后媒体在疫情时期 应该更积极地传播正能量 然后消除恐慌及各类歧视的行为 有些记者就是在传播 传播的过度操作 然后令事实真相发生很多的偏差 然后就引起很多的恐慌跟歧视 相较于强化疫情严重 不妨多传播一些正能量的新闻 然后就是帮助人们消除恐慌 然后减少相互的旨灾 应该就是要更团结 更团结 然后就是让 抗议这样子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笑脸 那最后我们邀请这个 孟姐 大家好 这个假新闻啊 使得这个民众对这个新闻的报道 失去了信任 所以大家都不爱看新闻了 那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的媒体 影响人们的生活 新媒体是把双刃剑 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呢 也给人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甚至社会危害他人 新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呢 也为负面新闻网络谣言的传播 提供了条件 加强新媒体传播正能量 和内容的建设 建立新媒体管理制度的途径 传播正能量 形成正确舆论导向 这是当下媒体人的责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孟姐 那我想说 各个来宾跟媒体人 我们都已经发言完 那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其实现在在 整个技术的发展 也就是说 从我们的月报 从以前的报纸到网路 变成手机化的行动阅读 那新媒体在 这整个新闻报道在 方式的方式已经跟以往完全不同 那浏览新的知识 那我们在新闻应该是要传递 整个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的传播 提高广大 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关注度 增加或提高参与社会的一个责任感 而不是像刚刚提的 我们都只关注在一些负面新闻 但媒体的视觉性 我们媒体人都非常清楚 但是在我们媒体人的一个责任上 在新闻正能量的传播 还是要避免掉这些 所谓我们讲的虚假新闻 同质化严重的一个问题 正确并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 让社会各界的参与度可以提高 那媒体的负责 就是我们有点像一个像 放大镜的一个功能 我们会把不好的放大 也可以把好的放大 所以在新媒体的时代 通过我们媒体的努力 要透过也透过这个网路 那我们本身用我们良好的 媒体的一个责任 要产生一个放大镜的效果 将这个正向的东西散布 而不是散布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负能量 而产生一些动荡或不安 收获良好的一个反馈 我想这是新一代媒体人 不管是我们资深的 或是新一代的媒体人 所应该要认识 我们现在做一个典范的转移 应该要做一些调整 那我想说在会后 大家还有没有一些 要补充说明的部分呢 好 那如果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想说请两位贵宾 就是秘书长跟这个李老师 简单也做一下这个小结论一下 谢谢 那我这个很诚挚的希望 就是我们这些媒体报道 或是网军 要秉持着这个道德良知 那在选举的时候 有朋友就建议我说 你们这个帮忙候选人 也要成立网军 但是我就告诉他们说 如果成立网军 是为了要抹黑造谣对手的话 那这样我们宁愿不要成立 也就是说 你从事媒体的人 第一个你的道德良知 一定要高尚 你千万不要这个 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 然后来违背自己的这个良知 去做一些造谣抹黑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道德的这个部分 这媒体真的要自我要训练 要加强 那而且根据 如果报道中国大陆的话 我也希望说两岸的报道 要秉持着这个 比如说人道 关怀什么的 我记得以前 有一次这个大陆 在台湾的旅客 在台湾火烧车 然后呢 很多的这个网军就开始说 那个烧死一些 没什么关系 那种完全是冷血 在网路上的这个流传 那我们的媒体还加以报道 我就觉得 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一点人道关怀的精神都没有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未来 我们这媒体都要加强 包括社会的关心 包括人道的关怀 包括这个道德良知 我觉得真的要提升 不然的话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大家被媒体这个 扭曲了心灵之后 那不光是说 对于事件的扭曲 我觉得 很多人看了报道之后 我们的心态都会被扭曲 到时候精神病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 媒体扮演的社会的 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 自己的这个道德训练 以上报告 好 谢谢邓民事长 那再来请李老师 喂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网军的这个事情上面来讲 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 它不可能消失的 因为有利可图 就是在有利可图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收费肯定会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反而觉得是说 像我们在场的这么多的来宾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 也在教新媒体的一个部分 我反而建立大家 应该要先建立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账号 培养自己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 散播正能量 从我们自身开始做起 其实像刚刚很多的理论 我就觉得你看 在一个论坛里面 大家讲的都是非常正确的一个事情 可是这个声音没有出去 那么一般的民众上面来讲 没有办法听到这么好的一些 一些意见或交换的意见 那么其实如果上面来讲 我们从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也许一个人 我们就只有两三千 都称不上是一个网红 可能是两三千的一个微网红 但是我们就自己散播正能量 那么结合一个在座的十几位 这些贵宾上面来讲 其实就等同一个网红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每个人都从自身开始做起 人人都是一个网红的一个时代 从我们自己开始散播正能量 那么这样子就形同的时候 这个这样子的一股正确的力量 可以打倒那些所谓的 就是说用钱在操作的一个网军 我简单的建议如 在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李老师 那在座的其他媒体 还有没有一些要补充说明的呢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说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 好 那谢谢各位的参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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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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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拜拜 别人 Music practitioner BJ 否